大家好,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據德國媒體踢球者的報導 雖然目前拜仁和眾多潛在利雲道夫司機的接班人 傳出很多傳會緋聞 但是拜仁目前實際上還未找到任何真正有意義上 可以接班羅伯利雲道夫司機的人 踢球者表示拜仁高層目前面臨著兩難的境地 有些高層認為有能力頂替羅伯利雲道夫司機的頂級射手 對球隊來說價格太貴 而其他諸如史特加的前鋒莎莎卡拉積石這些選擇 又不具備高層心目中能夠頂替羅伯利雲道夫司機的水準 踢球者又表示 莎莎卡拉積石並不是南大王相中的羅伯利雲道夫司機的接替者 奧地利人只被視為艾力祖普莫亭離隊情況下的候選方案 換句話說 莎莎卡拉積石並不是利雲道夫司機的接班人 而是艾力祖普莫亭的接班人 此外如果波蘭球星決定離開 這樣申援文尼張衛前場的一個選擇 不過這樣的無風陣並不會受到高層所有人的歡迎 他們依然希望下一個賽季的正選陣容裡面 有一個傳統意義上的九號位球員 好球不等人 立即下載M直播 收看精彩足球籃球的賽事 我們下期待 來吧 Eari 嘅 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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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咪